投資長您真的是最會吃ETF豆腐的男人 而且還教我們吃您豆腐呢 那有吃您豆腐的豆腐軍團 通通都大獲全勝了 謝謝 今天940、919這些相關十大成分股 今天大部分都漲了 是的大部分都漲 神機、漢堂、群光、中美金 哇通通都是上漲的 但想問一下投資長 因為投信只剩下倒數兩天要進場 0094年成分股 又遇上附魔台結算 台股會神龍百尾 看起來0094年已經先進場 他進場一檔股票 而這檔股票我預測過是哪一檔股票 是不是我說的神機 為什麼呢 還有哲哲要告訴你AI股會一直漲 你現在被吃豆腐 或製作被吃豆腐都不重要 因為AI股會一直漲 我用AI來創造哲哲的豆腐之歌 告訴你我的心聲來告訴你 AI股會一直漲 為什麼 那是因為你不了解AI的美 AI的獲利模式 還有明天就是附魔台結算 月底也要結戰了 到底還有什麼標股會發生呢 今天農曜華街你一定要看 而且AI算作的ETF之豆腐軍團歌曲 真的很好聽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3月27號 台股上漲73點 收在20200點 美國3月份消費者信心低於預期 美股指數全數收黑 台股則是為520總統就職行情暖身 也帶動了今天的軍工、國防、電線電纜、生技股走揚 JPPKY、強工漲停、大雅、美食等皆有表態 而讓台股也是最高衝到了20255點 後續盤式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場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再見豆腐軍團 沒錯 豆腐軍團 豆腐軍團大獲全勝 是的 下我們豆腐軍 是不是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為大家創了一首 哲哲愛大家也愛豆腐 讓幫大家創 吃豆腐的一首歌 真的太棒了 剛才前面10分鐘還在創 很緊張要跟大家講 投資長您真的是最會吃ETF豆腐的男人了 謝謝你 而且你還很佛心 叫我們說可以吃您的豆腐 是啊 吃我們豆腐你看有沒有贏 就像那時候0050一樣 台灣50左右賺1000多萬 我一開始賠500萬 我叫你吃我豆腐有沒有錯 沒有錯 美債我叫你吃我豆腐有沒有錯 沒錯 當然這請四雅給我那個美債的圖 美債我要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買比較高 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全部都怎麼樣 全部都買最低點 沒錯 這不是不能買到最低點的男人 而是我第一次說那你先吃我豆腐 你看折的多好 是不是 好好就跟大家講 所以這一次 你買0099你是吃我豆腐 是啊 因為折成100又賠錢了 每次第一筆都先賠 你想想看你要怎樣分一次 而且是砸自己的錢 拿錢去說 因為今天台股紅通通 大家的心情也是跟著暖起來熱起來了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股票好了 星雲今天是再創 歷史新高大漲超過9%啦 已經獲利快要50%了 還有見準化漢 今天也有3%的漲幅 不過最令人開心的就是 00940的十大成分股 今天幾乎 感覺今天幾乎都是上漲的 終於擺脫不確定性了 像是神機、群光、周美金等 今天都有3%的漲幅 你看投資長好多人都跟著你一起吃豆腐 今天的00919 ETF也是翻紅了 今天大漲有2.5% 跟著投資長吃豆腐的人 是不是通通都賺錢了 看來真的如投資長所說的 最後三天投信要趕快動作了 但最後想問一下投資長 我們在等待投信進場 00939、00940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你要注意的就是要跟對人 跟對人啦 跟大家講說 我吃豆腐我到目前為止 有些人覺得沒賺到錢 有些人覺得有賺到錢 可是你吃我豆腐 還難補償 檀檀補償 還缺在後 我檀檀我要補這產 我要吃這豆腐 結果你們卻是還缺 吃我 結果你吃我這豆腐 結果你是怎麼樣 贏錢 贏錢的 越吃越大胃 你這還缺變成 可能變雕了 可能變 漁音落涼 三日而不絕 是不是 所以我說你去想看 你要責任分醫師 這不是說話不去毛怕的 這是跟大家講的 所以你去想看 你要責任分醫師 那在這邊之前 我先替大家串一首歌 趕快 大家等下準備要有一首歌 等一下要播一首歌 播哪一首歌 播者只要為大家 創作的一首歌 就是豆腐的軍團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今天全部大臥全勝 是的 昂貴昂貴 昂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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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時候我說神奇 今天神奇不是就是 也算不錯啦 是 可是沒有是最好的 今天是漢堂 漢堂最強 中美金 有沒有看到 今天十大成分股 除了全脂股最重的 最大的全脂股連電以外 其他通通都沒問題 等於我們豆腐軍沒問題 吃久一久的豆腐 吃九四年豆腐 你說怎樣 是 沒錯 你應該不是要說話嗎 沒有 有 一替你作證 好 要切話記得要切話 好 要切不切的節奏很重要 我們節目節奏很重要 真的 當主持人節奏很重要 要切話就切話 不切話就不切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十大成分股裡面 全部裡面 只有聯電 疊 其他股票 都漲 十大成分股是不是全部都賺錢 是啊 我講說如果你今天買的話 當然有些人不一定有 可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最看好的神機 中美金和他們 來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看這簡訊 今天星雲嗎 賺50%等一下再講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熱的是豆腐 像這個華航我也是吃紅海豆腐 因為紅海在漲 可是華航也很強 而且瘦盤創五年多新高 是的 紅海好像還沒有創新高 華航今天先創新高 沒有錯吧 沒錯 那見準今天也是瘦最高 中美金是嗎 00940的豆腐 成分股 成分股 我吃到豆腐好不好 手上持股是貨利虛暴 是賺到錢的 是不是 神機 其實今天也拉起來了 神機第一波買的 一定都有賺到錢 所以你去想看 成分股師 那這大盤行情 我要跟大家講 這大盤行情 你完全不必緊張 為什麼全部緊張 這大盤還展73點 對啊 展至73點 我們看一下技術現行 在這邊看起來就是怎麼樣 今天好像也是創收盤價新高 好像不是 可是快要創收盤價新高 又要突破兩萬 有機會突破兩萬零三百 剩兩萬零四百 這行情一發不可收拾 也因為這樣子 我要唱一首歌給大家告訴你 AI谷不死 來來來 準備這首歌 要Ready了 不然到時候來不及了 我怕到時候音響 剛音響突然關掉了 藍牙的手機音響就有這個缺點 唱一首 哲哲為大家 創作的這種豆腐歌 讓你知道AI谷不會死 讓大家知道說 哲哲是愛大家的 好不好 好 哲粉動起來 想不想聽 想啊 想聽 今天給大家馬上來聽一下這歌 想聽的回答一下想不想聽 想 跳舞了是不是 來 來喔 今天會不會外資到貨 有可能 所以這到貨大家要去討論一下 為什麼如果00940買的股票 有外資到 然後投信買 為什麼 我覺得這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 很多人想要知道的事情 好不好 今天有創新高 那我剛才跟著我講的話 洪海有創新高 OK 賺爛了太省了 沒有到賺爛了 每個人不一定敢看十幾點 可是至少我們現在有 有那個 有反敗為勝的感覺 好不好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其他要穿一首歌 來來來 這個歌叫做什麼 我愛大家 哲哲最愛吃豆腐 幫你們吃豆腐 這歌不錯吧 看起來有沒有感覺 有 那這個我是用AI來創造的 你就知道AI股絕對不會跌 為什麼你待會兒說這個故事 我們來Ready Go 可以嗎 說服你 說服你 通進豆腐 通追財的 在乍豆腐 這就是 不認所的祕密 這就在想 幫你吃豆腐 豆腐 別不別 豆腐打 我吃不到 一體 豆腐 但你可以吃我豆腐 都 雖然我到口中 都呼吸 但你不要玻璃心 最愛珊瑚 最愛粉絲的 就是哲哲我 我知道你還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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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聽 好聽欸 有沒有覺得在演唱會的感覺 有喔 這只為大家穿這個歌 YA ok OK 就這首歌有沒有個feel 有演講也來唱一下 演講也來唱一下 我以後每天都會為大家串十首歌了 你懂不懂以後不用小韓了 小韓要準備失業了 不用唱了 玉凱是好歌聲 我也可以取代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還可以用 這個剛才不是我的歌聲對不對 以後可以用我的歌聲 你知道嗎 現在AI其實可以辨識度很高 這跟大家講 所以你看這首歌是不是很有feel 有 投資朋友你幫我回想一下好不好 留言一下好不好 你看我們今天直播人數多少人 2700 我要唱歌2700是怎樣 一展就不理我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沒有什麼留言 不會吧還是淡掉了 那我為什麼說 我唱這首歌跟大家講說我想要吃豆腐好聽難嗎好歡樂 神經病天喜這歌很厲害又變流行歌有沒有 是不是 漂亮啦好聽啦謝謝大家啦 豆腐之歌 校方 明天all in 不簡單 出單曲啦 你看這首今天開心到唱歌 剛才我唱的有點不太 冷凳 是因為這首歌是剛才才創作出來的 是還沒學會 半小時前 所以我跟大家講你覺得你會不會想要訂閱 我叫我訂閱 缺GPT我不能訂閱這個 叫Suno是不是 剛才跟你講 S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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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O小韓 is over 是不是不是需要小韓 那你是不是以後就可以省很多錢 對喔 小韓錢就省下來了 真的我不會這麼狠的想要別的功用 是啊 當然人生還是完全不能取代真正的一個AI歌聲 只是你可以取代九成啊 那你的創作歌曲是不是很不錯 所以以後二流歌手是不會紅的 更不會紅 你以後除非是二流歌手加上你的天賦 什麼天賦 創作的天賦 不是真的創作喔 是AI創作 像你看我這歌詞是不是就取得不錯 你看 是不是 賞戶要吃 投姓豆腐嘛 投姓反而吃賞戶豆腐 再聽一次好 好有Fu喔 好有Fu 有沒有感覺 他很忙 今天很忙 這個人在聽一次 這個特別有感覺 那你會覺得 哇這個任何一首歌都可以把它創造 那我問你一件事 這首歌 你先再聽一下 對 就是 你要吃 投姓豆腐 投姓反而 吃素豆腐 這就是 不能說的 秘密 我們被吃了 想幫你吃豆腐 豆腐跟豆腐渣 我吃不到ETF豆腐 但你可以吃我豆腐豆腐 雖然我是刀子口豆腐心 但你不要玻璃心 最愛珊瑚 最愛你吃的就是 嘖嘖我 我知道你還有錢 我知道你還有錢 我知道你 像聽第二次有沒有各種感覺 有 第一次你在聽他旋律嘛 第二次你是聽了什麼 歌詞 是聽歌詞 所以你看喔 賞物要吃投姓豆腐 投姓反而吃賞物豆腐 這就是不能說的秘密 是不是 誰吃誰很奇怪 但是我想要幫你吃豆腐 豆腐變豆腐渣 我吃不到ETF豆腐 那你可以吃我豆腐 我犧牲我自己沒關係啊 你昨天有些人是不是爸爸要幫小孩子買 買99% 買到賺到 一天2% 賠100多萬那你吃豆腐多好 所以我是刀子口豆腐心 但我 不是玻璃心啊你也不要玻璃心啊 你不要氣我 最愛賞戶最愛粉飾的就是嘖嘖我 我知道你還有錢 我知道你還有錢 好不好 一天不夠長一點了 好不好那我問你一件事 你知道為什麼以前 打抗會泡沫嗎 因為很多網站他不知道獲利的空間什麼 很多賞戶朋友或是很多人想要開公司 其實很多 很多朋友問我要開公司怎麼辦 我就問你就是 你獲利的原則是什麼 你獲利的模式 Model是什麼 你不知道Model想要為你開公司的開公司 這家公司絕對不會成功 你懂嗎 獲利模式是什麼 所以我現在有獲利模式 我看這個AI我問你就是以前搬家寫首歌要10萬塊 不好聽你還不能退錢 那現在OK 我現在只要一個簡單 我告訴你 我只要3萬塊或1萬塊就好了 1萬塊我搬你 譬如說你要結婚的 你有老公跟你 結婚紀念日的單曲 譬如說我唱一首歌 譬如說我們兩個的記憶 譬如說我們兩個的記憶是在韓國 在日本我們第一次的kiss 在藍山塔或哪邊 你知道嗎 或是什麼 利保樂園嗎 愛保樂園 愛保樂園的回憶 他都可以唱得很少聽的一首歌 本來我隨便亂講 你看我只講豆腐 豆腐渣 賞物豆腐不能做秘密 然後 你吃不到ET豆腐 我吃不到ET豆腐 你可以吃我豆腐 他都有一首歌 那是不是可以任何時候我都可以 你很多人可以把妹用這首歌 來 來怎麼樣 來把妹 可以告白喔 可以告白 然後覺得你好有才華 其實你只是會動頭腦 只是有人或者有人幫你動頭腦而已 浪漫啦 你只把歌詞寫進去 請他把它填進去 他也不用填 你知道嗎 它最 它是那個什麼 像中國大陸最紅的 一首叫公保雞丁 有有有 什麼醬油 什麼120克 什麼30克 這個也可以創作這種歌曲 所以 所以獲利模式是 這關是一個AI就可以一個音樂的獲利模式 還有AI機器人這些模式 很多人講機器人機器人什麼東西你不知道 我就跟你講 這個可以做很多獲利模式 而且我願意訂閱啊 叫我缺了GPT訂閱我還不願意 Suno我願意訂閱啊 好玩啊 關是我節目每天來一首歌 是不是就好玩了 好玩 全台灣到時候可能就是玩第一個哏 那大家都學我了 就像豆腐一樣大家學我 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現在每一個節目都講豆腐兩個字 全台灣最會講最早講豆腐是誰 陶子黨 是我郭子龍 絕對是我從去年到現在絕對是我 我敢跟你賭100萬的沒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搜尋一下訊息 郭子龍去年到現在 去年到現在 就41次發現豆腐的文章 在文章裡面提到豆腐 這是我做一次豆腐 這一次我雖然完全沒吃到00940豆腐 沒有關係 時間比久一點 他不得不吃啊 就像 很多說940不願意幫919拉抬 如果成分股就這麼像怎麼不拉抬 是不是 對啊 鏡子還是得拉起來啊 你聽得懂嗎 所以你就知道這樣的分析師為什麼要拉起來 我是你 我是 我是 我是00940的經濟經濟人 好我不想幫919拉 那最後鏡子跌破10塊錢我是不是還是會被罵 還是會啊 我最後要拉起來啊 是不是要拉起來所以今天最好證明 我雖然講話很搞笑 可是現在3點02分 我有什麼 投信買賣超嗎 我有投信買賣超你沒有錯 是不是答案出來了 我說我如果 我請問你這投信買賣超你看 四瑤3點 3點 3點數據出來 證交所數據出來馬上有 星象星普 中美金是什麼 貴買 所以貴買答案有請你四瑤再幫我補上去 請問你誰買進三數最明顯 請你告訴我 神機跟聯電 神機跟聯電 聯電啊 神機跟聯電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哪一個比較貴 當然是 神機 神機嘛 聯電才不到100元嘛 神機150了嘛 所以你看我是我說的 他還是得要怎麼樣 被我們吃豆腐 因為他要吃神機豆腐 因為神機有怎麼樣 除全息 不然有鼓勵怎麼辦 不然鼓勵怎麼辦 他昨天有一個平準金 增加 平準金增加很多人是以為是什麼 很多人以為什麼 很多人以為是那個 發到鼓勵 鼓勵的確列入到平準金 因為鏡子裡面有個成像 有個組成項目 下面有個組成項目 還有個別的項目 現在都會列出來很清楚 他是有什麼 他有一個平準金 他以為平準金是新的股名 還有部分可能是RP付買回的債券 這個就是收鼓勵而已 之前現金太多 拿來賺利息的錢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你這邊聽不懂沒關係 你知道我聽得懂就好了 很多人以為他是 要收到股票鼓勵 不是 他是收利息 收債券短期債券利息 因為之前1700億 我不收白不收 這些專業的部分 誰跟你講 只有我講 還有福利社 我們福利社今天你聽說你也算是一首蠻好聽的歌 是啊 事務一代 而且我們 標題叫不能說秘密 我們兩個一個 我辦周杰倫嗎 對 周杰倫聽說 要失業了是不是 要失業了 一等一的人很難失業 可是以後二流的歌手 是會失業了 真的懂嗎 二流歌手本來就已經真的很激烈 更會失業了 因為像比如說如果 我這種比較懂AI的 比較懂邏輯敘述的 比較會調出音樂的 或者加上音樂天不夠的人 那以後他們就是他們的天下 所以你還會運用AI 那你沒有做AI的天目怎麼辦 你要找人幫你運用 像AI股也是這種賺錢嗎 所以你去想這獲利模式是什麼 我講的 關於是訂閱 我只是想到最基本的 而且訂閱了以後 你是不是還有很多人可以賺錢 我可以更高級的版本 更高級的音樂 因為我可以用這個來賺錢 如果我每個人說你一萬塊 你想不想 如果男生追妹 想不想 一個花朵而已 花錢 就花個幾萬塊了 我說花朵 那我穿的時候 我們每天生日 我就可以訂閱我頻道 你訂閱我的音樂 或訂閱Suno 你每個月 每年有可能是12次 我每個月都讓你什麼 結婚紀念日 然後 情人節 幫你 你只要歌詞給我 你的生日 你的地點 約會的地方 約會的回憶在哪邊吃飯 聽懂嗎 在101那邊吃飯 哪邊吃飯 哪個 牛排店吃飯的回憶的歌詞 寫給我 每個月都產生一首歌詞給你 願沒有花這個錢 願意 我單人願意花這個錢 那花了錢以後 我投資AI的機器 有什麼錯 我投資AI晶片 我投資台積電有什麼錯 沒錯啊 我叫台積電下這個訂單有什麼錯 沒錯 所以你怎麼覺得AI泡沫 每個人覺得AI泡沫 我好像很像 很像網路泡沫 你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AI啊 所以全台灣第一個講 AI股產業是誰 投資漲 那我也跟你講神機今天買5000多張 竟買4500多張 為什麼今天他漲不多 是不是今天又是外資丟 為什麼那麼剛好是外資丟 唉有些東西我賺了 我說過我沒有直接證據 好不好 當然等確定有再說 好不好 你聽懂嗎 你懂我會說什麼嗎 懂了 所以不多說了 好 你看一下 這是昨天嗎 昨天投信買 是外資買 今天投信買4000多張嗎 如果外資又賣4000多張 3000多張就好玩了 好玩囉 你懂不懂 這我跟大家講的 好不好 可是至少怎麼樣 真的有投信買 也真的有買 只是不要外資到貨的話 是不是你可以買更多 你可以買更高 你禁止可以拉起來 不論940禁止跟919禁止 是不是可以拉起來 沒有人賣5是不是可以拉更高 不然我現在是賠錢 你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可是我重點是 不管你 到底是我本來要吃人家豆腐 結果我反而被940或919吃豆腐 I don't care 或者被你們吃豆腐我更開心 重點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都選大量的股票嗎 我們都買得到 因為你們都買到 你們都可以吃我豆腐 因為有主力可以吃我豆腐 他可以下車 可是中央旗 比如說我紅海有人吃我豆腐 最後我還是可以買到我的股票 我還是可以安穩的到台北 你知道嗎 到基隆到台北最北端 賺到最多的錢 所以量大的股票比較安全 就算我買ETF 很多人吃我豆腐 然後怎麼樣 美在很多人吃我豆腐 怎麼樣 你還是可以賺到錢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很多人說好聽 不簡單謝謝 想聽哲哲唱歌 哲唱歌還好 以後叫AI唱歌 AI唱你的聲音 豆腐之歌 校方All in 起雞皮疙瘩 很好聽 太好聽了 明天會甜心 有機會啊 因為神經明天資率又變高了嘛 我看了什麼 看了很好看的節目啊 這只要不要從政 購家需要你不要不要 投資買86億 量不多 不太慘 互交 來 來 那問為什麼 每個人都知道成分股啊 重點是 重點是 為什麼他買以後 願意有人接 你懂嗎 整天看過AI泡沫 那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不要講誰 為什麼看過AI泡沫 第一個 你沒有想像力 你懂嗎 我不要講這個我不在乎這個我不知道誰因為那是你的看法 你不知道獲利模式你懂不懂 身為一個投資長身為一個 也算一個精英者 其實你要做事你要知道獲利模式什麼我了解獲利模式是什麼 你懂嗎 我了解獲利模式是什麼 你沒有想像力 你要找一個分析師你要找一個 真的是第一個講AI股展一整年的分析師 你覺得我們講 沒關係 下面留言講我是不是全台灣第一個講AI股展一整年 我是不是第一個講豆腐豆腐我要吃一天五天 現在每個人都要引用的分析師 請你回答說有 有講 講這兩個字 好不好 留言 股市周星哲 周星哲 周星哲 這個星不是那個星啊 他這個哲 他比較帥啦 這個拋偶我這個把他拿掉 這小米的不錯 我跟人家借用的 來 來你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 來 拿到什麼 這個都有可能有人抱怨啊怎麼樣啊 沒關係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哲哲老師最厲害 哲哲會作詞 哲頭掌幫大家吃豆腐好吃不三生 來來來 還有呢 這些都是大家都想要聽 想要聽什麼 想要聽 是聽我唱歌嗎 我不是要唱歌 我再告訴你 未來怎麼做 未來怎麼 去怎麼樣 去賺這個錢 當然有些人覺得哲哲 哎呀這個賺這個錢 哲哲我現在今天買 明天叫展停板 說老實話沒辦法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每次 你要的話 你可能 不適合哲哲 我要強調一件事 你可能不適合哲哲 好不好 這個呢 可是有時候我一暫停的話 就可以拉起來 好不好 哲哲以前會唱歌把妹 我唱歌就不好聽啊 怎麼利用唱歌把妹 來看有沒有有講 你看有講喔 你看都有講喔 有講喔 大家就說有講喔 有講講講 哲哲唱歌比 國外教授好聽多 這我不知道 我唱歌還好啦 有講有沒有 哲哲全市場第一位講 AI股漲一整年 看漲到現在還漲 一整年分析師 一整年喔 我那時候去上 大型的財經節目 我講一整年 大家不自可否看我 你一直講什麼話 這跟大家講 好啦不要批批別人 也不要幫別人打廣告啦 這不重要啦 好不好 我們都不要去特別批批別人 別的分析師我不管 哲哲唱歌 你看有講喔 919其實有 不過919我要做短 因為我想要專心 因為說好說好昨天賠100多萬 我心情是不太好 可是我覺得我不應該心情不太好 什麼意思 我該做的是 把心情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你們身上 好不好 今天長得OK 3700多人了 今天不多啦 沒有昨天多 好不好 大家要聽那個歌嗎 你們沒聽到剛才的歌很可惜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行情來了 好 今天剛好 怎麼樣 鴻海也串新高 串好像是五年多新高是不是 剛才鴻海有串新高 至少串進行新高嘛對不對 那化漢 化漢也串新高啊 所以什麼意思 化漢是串收盤價新高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你唯一吃不到鴻海豆腐 你要吃誰 花漢豆腐 對 這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有公課簡訊 來 你有沒有看到 公課簡訊 恭喜 小鴻海 六四一四的化漢 吃不到鴻海豆我不知道是誰 是小鴻海 你敢買嗎 我說我說你敢買 我有說過類似的話 你敢買你想買 我最經典的一句話是什麼 我說你有鴻海的人絕對不能走掉 對 我們想問這樣的話 有啊 19續報 19報警 對要報警 小白車來了 警車要來了 19不是要報警嗎 嘿嘿 報警 所以我要告訴你報警 收盤價串五年新高 賺10% 不多啦 可是就是我們要彌補 我鴻海沒賺到的 就像可是你看 什麼 那個星雲呢 星雲很強 你看啊 很多股票賺50% 我都沒走 不禁讓人家想到 只是要賺多少 所以你們用 我賠錢了 我賠個10% 20% 你就來質疑我 我覺得你沒辦法賺到大錢 因為我星雲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很辛苦耕耘 沒有賺到錢 你們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這是星雲 除了這以外我馬上跟大家講這些股票 慢慢講 慢慢講什麼 啊對 今天還有中美金也不錯 中美金 5483中美金嘛 這也是90年概念股 也是的 好不好 記得90年概念股 所以 不論對我做一切就到前面 等下中產休息 我還要告訴你 你很多0090年的秘密 還有 我突然看到 剛才助理人拿給我 要送 這不是這個 沒有 你不要亂講 沒有壞好東西 領電子版嘛 下次 送也是 提醒我 可能明天後天再說 好不好 拜託我送的資料都要一兩千通 他們今天在忙 我們公司的業務人員 你是要類似他們 我不能臨時講 不好意思 所以就像我辦演講 5月11號10號你記起來留下來 5月11號10號是高雄 高雄早上 早上到中午 然後下午到傍晚 是台中 是禮拜六 禮拜天是 台北 到1點 早上9點到1點 這時間留下來 好不好 你要辦演講 你不要留下來 哲哲我要報名 我說老實話 我們 我們除了座位以外 其他是免費報名的 所以 哲哲的服務人員沒有欠你 你也不要那麼急 我說過 關昨天就 就幾百個人問 你知道嗎 你們不要急 我叫你們把時間留下來 因為這個一定報 因為這個一定報 因為我這幾年的訂閱人數 我這幾年的人數越來越多了 會員粉絲人數越來越多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來看一下 3月幾號 3月28號 副台摩台結算 有沒有看到 禮拜五美股休市 這個你看不到沒關係 沒關係到時候4月電子版 我在考慮送你們 好不好 大概可能明天後天再考慮 要提醒我 OK嗎 OK 所以3月28號 明天副摩台結算 休息一下我要告訴你 父母才結算 怎麼走 怎麼走這很重要啊 然後明天就是要建餐日的 那建完餐以後 這個會變 4月1號 明後天 就是00940 建餐日 4月1號要上市了 會不會4月要上市變愚人節 大家開一個愚人節玩笑 我帶很多秘密 中產休息完後 如果你覺得 你很相信我 或是中產休息的時候 你想參考行列 歡迎來的 080668185 080668185 或是加入LINE 私信我 休息一下我告訴你 明天更多ETF 豆腐的秘密還有ETF的秘密 還有 附魔台結算怎麼看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投信剩下最後兩天要進場00940的成分鼓勒 又加上附魔台的結算日 台股到底會怎麼走呢 有請投資長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大家剛才留言 留言很抱怨 喜歡我 當他們那時很喜歡你看 哲哲午安要看重播 你一定要看剛才重播 那歌曲很好聽 很棒 所以歌詞告訴大家 我愛吃豆腐 可是我更喜歡你們吃我豆腐 我希望你們賺錢 今天人數很安全 你看閃貨朋友是不是很討厭 你們我是啊 哲哲是哪 是某種慰問嗎 就疊的時候你才看我節目 那麼是疊的時候看我節目喔 長的時候不看我節目喔 那疊的時候你聽到我說 我知道你還有錢 你感到很興奮嗎 很安慰嗎 只有5000多人嘛對不對 今天3758 租租卷多少 百分之20 疊的時候你們才理我 這真的很現實嗎 怎麼報名演講會 我只告訴你 因為我們夫人員太忙 你不能叫他每天都要報名演講會 我可以讓他們犧牲個兩天三天 你懂得到 所以因為我報名電話 一定要一定報現 我前面那個 那個影片喔 有很多影片 影片喔 是我個人單獨的 演講會人數耶 那掃下去你看有沒有一兩千 你自己看嘛 爆掉了 爆掉 所以我跟你講那個到時候我只叫你留下來時間 好不好 留下來時間 我怕到時候你母親姐說 我這個4年一次 3年一次的演講會 我沒有看到你本人 我很難過 我快氣瘋了 你不要說我沒說 好不好 我們到時候搖滾氣喔 我們有座位 座位這一次就是跟上次一樣 留給就是願意付錢的人 願意付錢的人 到時候 到時候要跟大家講 不然到時候如果你現場來 我告訴你 你沒有現場前4個小時來 你應該擠不進去喔 所以說你應該沒有位子啦 那應該沒有前半小時來一定擠不進去啊 台北廠可能擠得進去 因為台北廠可以三到一兩千人以上 台中高雄應該擠不進去 所以你要提早進來 半小時錢好不好 我們這3000多人才真正粉絲 對啊 許先生 沒有錯 每次看到人數 光看破5000就有不好預感 所以我昨天是講過了 如果破5000是不是台股就死定了 因為我人數太多了 就像你說尼姑說 尼姑說哪裏 何上哪裏 那不是好事 所以幸好怎麼樣 幸好怎麼樣 幸好有 幸好這首歌啦 再來 好想聽 AI 你看AI 我只講一個創造音樂喔 他很多東西你知道嗎 放這邊一下 之後應該一首簡單的歌 你知道這首歌多久 這首歌多久 你知道嗎 這首歌多久可以創作出來 一分鐘 兩分鐘 一分鐘創一首歌 我一天可以創幾百首三千首歌以上 是不是 我們再聽一次這首歌 是不是 大概一段就好了 要吃 豆腐 頭心反而 吃素豆腐 這就是 不能說的 秘密 像這場伴你吃豆腐 豆腐 豆腐 蝙蝠 蝙蝙蝙蝙蝠 豆腐 我吃不到一滴 豆腐 吃我豆腐 停停停停 我重點是 我不管 誰要吃我豆腐 誰要吃我豆腐 什麼秘密這也不重要 重點是你們可以吃我豆腐 重點是 很多人說要看空 你說誰誰看空 他少有想像力 我還是要強調他少有想像力 我今天只是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們聽得出來 因為我講什麼 我用AI可以縮短台積電的 他營運成本 比如說可能 1000億的設備以後只要100億 你聽不懂 什麼叫1000億的設備可以100億 那我再投資個50億 你聽不懂 為什麼 1000億的設備 以後只要花100億就好了 你聽不懂嗎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AI可以用這個東西 那是有獲利模式 你以後可以訂閱 每個人訂閱差多少 我再講個簡單的東西 我已經講這個就知道 Uber Eats 其實5年前 6年前就有了 你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紅了嗎 這兩年疫情的時候 因為大家在家裡 我叫人家送 是不是比較安全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是跟我一樣 聽到Uber Eats說 傻瓜 只要找人家外送 我騎個機車就好了 騎個機車我就省60塊了 你是不是第一次也不想用Uber 你是不想 我很不想用Uber Eats Uber Eats 就是Uber Eats 外送食物 我幹嘛 我花60塊 可是當你第一次用60塊 又發現 花了60塊 你可以省60分鐘 你不用等頂太風 你可以送到你家裡 沒錯 就變習慣了 你從一個禮拜第一餐60塊 好啦一個月花240就算了 我現在是 我是每一餐 三餐 我只吃兩餐而已 為了減肥 為了你們 形象好看一點 我每一餐都吃 你吃什麼 Don't Uber Eats 對 變成習慣 Uber Eats 是從本來虧錢變賺錢的 這就是獲利模式 獲利模式需要培養的 所以你不能等到大家都知道說我在買AI股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AI訂閱 花不了什麼錢 但是你沒有辦法想像力 可是為什麼我用這個 魚鷹落糧 這個 你是環雀你也可以魚鷹落糧 你知道嗎 你可以 這個成語叫什麼 我太激動了 彈籃補償還雀在後 你可以吃我豆腐 你也可以賺錢那個魚鷹落糧 你可以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 魚鷹落糧 三日而不絕 他有真正的 霍利模式 所以霍利模式要培養的 你不能等到大家說 Uber Uber Eats 那你現在去開Uber Eats 你賺到錢嗎 好像很難賺了 因為他已經把霍利模式已經固定好了 他已經賺到 他快賺的錢了 所以等到大家都知道 這AI的霍利模式的時候 你已經準備好錢了 你記不記得 殘龍等到大家都知道EPS快100元的時候 當國家最高 所以有貌最美七萬香水 今天是非常 這才是真正的研究 我不需要講一些數字 講那些數字 我叫我員團隊隨便唸給你 一群人唸給你就好了 可是這些數字 一般員團隊說不出來的 所以我今天叫你唱這首歌 唱那個褶子最愛吃豆腐 我是要告訴你 我的心態是什麼 不好意思是 你可以吃我豆腐 我刀骨子口豆腐心 但你不要玻璃心 我最愛賞物 我最愛粉絲的就是褶子我 真的是我有指責 聽得懂嗎 而且從這個AI 你可以了解真正有獲利模式 一有獲利模式 我就不是泡沫 我就可以賺錢 我問你一件事 假設台積電這麼簡單 台積電EPS 今年預估38元 如果明年50元 60元 70元 80元 每年都增加10元 你覺得它股價一直漲 是泡沫嗎 不是啊 答案不就出來了 我剛才跟你講的這個AI 這首官司可以訂閱 就像Uber EPS 你一開始不習慣 到最後你可能訂閱這首歌 還有很多的AI的模式 錢有進來了 有賺到錢了 那就是泡沫嗎 錢有進來了 股價一直漲了 是泡沫嗎 不是 所以那些人講說 AI是泡沫的人 他們拜託 可不可以像哲哲一樣 每天花時間 去做研究 還有像我這樣 台大政大會計師 的研究團隊嗎 分析師 外資出身的研究團隊嗎 一個都沒有 要有想像力 好 好不好 哲哲節目 是跟人家不一樣的 我就是有想像力 我才講AI股展一整年 好不好 每天要看哲哲直播 所以我們最後幾分鐘的時候 來 我們今天一樣 我們今天一樣好不好 我們就是希望趕快來 來來來 今天我們豆腐居然豆腐 我就豆腐好不好 好 豆腐 我們今天留言叫豆腐什麼 最愛 最愛 最愛搬大家吃豆腐 我就哲哲 好不好 好 好 最愛搬大家吃豆腐 就哲哲 最愛搬大家吃豆腐 就哲哲 OK嗎 想跟Coco約會 Coco會去說明會嗎 是演講會嗎 我是想是旅遊說明會是不是 AI遊戲 AI電話 AI動漫 對啊 這都可以啊 你有沒有想過啊 還有人說 這個AI電影 你可不可以把自己變AI的 AI的影片 喔好棒喔 你可以自己創造電影啊 不能不行 可以喔 尤其是自戀啊 是不是 那有人喜歡比較 比較黃的 你可以變成 成人電影的主角啊 這也是從 赤者的進步啊 有人 我有這樣說啊 以前PS 會進展很多的時候 是因為成人片啊 這不要講太多 你變成很dirty的 這都是可以做一些東西啊 AI遊戲都是可以啊 你可以自己創造遊戲啊 是不是 這都是很好玩的東西 你聽懂嗎 有趣 神機今天買盤 148到1450 專精怪怪的 因為一買就有人賣啊 那我就說了 我不希望今天投信買 外資大賣 我認為有 90%以上的可能性 到時候我也是 好不好 不然今天股價應該拉起來 每次聽豆腐歌感觸都不同 投資界的周杰倫 是不是 你看聽三次是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這只是我一分鐘的穿著 9月9成本跟你一樣 後天有機會薯條加大嗎 後天有機會 有機會 我一定買票去看你 變成演唱會了 到時候我在跟你們講 到時候 演講會的時候 再送你們一首歌 好玩 別豆腐之歌 好不好 最愛幫大家吃豆腐 就是善善 謝謝 一善是誰 一瓶嗎 不會大骨強瓶的好朋友 最愛幫大家吃豆腐是善善 謝謝大家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 看大家 留言留言 給大家10秒鐘 因為今天節目快結束了 這跟大家講 來 最愛幫大家吃豆腐是善善 聽說肉依會去 這什麼東西 我演講會到沒開始 來 來 919展上去 939 還沒跟展回去 這要幫大家吃豆腐是善善 星雲賺51% 你看這應該是會員吧 我寫50%他寫51% 所以講 哪裡有展的帥口條好 預測精準 謝謝 我不太會唱歌 是我會創作歌 這種頭腦 所以說以後 以後 真正是 真的是就是靠AI 靠頭腦過日子的人生的 資源 資源我說過 資源不是4月3號嗎 上市嗎 資源我跟你講之前跌的時候 我也是被人家罵很常 資源就不是之前這邊 這有跌過這邊 最後反敗為勝 資源我覺得他 我就跟你講AI 他現在有什麼 憲增價有套利攻堅 憲增完以後呢 他為什麼要憲增 你告訴我為什麼 吃錢 投資AI的設備 你知道嗎 投資AI的設備 你聽懂嗎 AI需求五眼博戒 這樣懂嗎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幫我吃豆腐 為什麼 這次大家是不是吃到豆腐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上一次 我大概20年美債對不對 我是買這邊 10月23號 你們不相信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對戰單 來看一下 基地損益 等一下 畫面 給我 畫面給我 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550萬 我在美債美債怎樣 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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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群義台灣精選 919 賠70萬 反而昨天賠 120 今天一天賺50萬 今天賺滿多的 好怪 那你看我美債是不是 550萬對不對 然後對戰單來看一下 看一下日期 來 10月16號 跟什麼 3月19號 有沒有看到 然後怎麼樣 那時候買美債 10月16號是買 10月23號 10月1號 對不對 沒錯吧 那我們看一下美債 記起來 10月23號是買這邊 這邊 10月16號先買的 買了以後是不是跌了 賠了100萬 然後10月23號 怎麼樣 10月23號把這個用掉 這是別的軟體符號 沒有我跟我的助理講一下 10月16號買以後是不是賠錢 10月23號我買在最低點 是的 11月1號是買最低點 是啊 因為後來沒有更低啊 對 10月1月25號是買更低 你看這些破都沒有破它的底 你們覺得很神奇 就沒有破這個底 所以我 除了第一次 買在比較高點以外 其他都買在最低點 很厲害吧 很厲害 都買在最低點 都沒有突破 都沒有跌破這個價位 完全沒有跌破 你看10月16號 10月23號 10月1號 1月25號 再看看對站單 10月16號 10月23號 11月1號 1月25號 這是b嘛 687b 這是債券的嘛 對 所以哲哲 第一次 你覺得是不是故意讓你 吃我豆腐 是喔 哪邊佛進來的 還會創作歌曲 還懂AI 所以這次AI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因為這樣好玩 其實想想看我跟妳講 Uber一直 妳一開始是不是不願意花錢 後來花錢是養成習慣 對 習慣了 那這就是我活力模式 所以真正活力模式 你要懂得看懂遠界的人 看懂 未來 哲哲看懂未來 一切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那這活力模式到時候出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些AI投資是對的 說要當老闆 他就要看懂未來 而且哲哲也是看懂未來的人 妳聽懂嗎 所以這些AI會無遠佛界 股價 還有機會漲 好不好 正馬跟大家講 不好意思 音響的聲音 不知道妳有沒有聽到 最後還是要幾分鐘 我們來看5483充美金 竟然拉起來了 是不是 是的 竟然拉起來了 來 竟然拉起來 好不好 常常禮拜五尾盤對銷 禮拜五有可能 有可能啦 有可能 來 這個我就不希望就變 明明就是可以拉高靜值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人賣呢 有人賣的話 有人就說有人賣比較好買比較低 因為靜值可以拉高幹嘛買比較低 你懂嗎 鏡值可以拉高幹嘛比較低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資源會不會破13億 他那個現增價格不會破 新南豆腐台灣是什麼東西 0093B還有0092B 這什麼東西 為什麼妳就不買687B 妳要問一些問題 然後又不是會員 如果是會員就私底下問我 好不好 OK嗎 照我做 好不好 因為你們一個人問一個問題 我直播人數5000人就5000個問題 我怎麼回答 回答不完 這樣子 一點點沒禮貌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687B什麼時候進場合理 你只要把錢放在定存 都可以把它轉過去 定存的錢 解掉 買一天不是有風險 買美債基本上是沒什麼風險 因為教科書說他沒風險的 這是我說的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為何哲哲昨天不貪919 我不講的 因為我想要買美債 聽懂嗎 因為我想要專心幫你們賺錢 我不想要 買919了 所以我只買一次 我們講的很麻煩 很清楚 頭心那麼摳 是怕人家吃豆腐 他可能怕我 吃他豆腐吧 我的重點是為什麼有人可以賣 那這些賣 講好了嗎 講好的話 那這些人為什麼願意 如果外資賣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那些外資知道 我賣你會接 這才重點 好不好 我不要講這講句 我變得好像 無賴別人 我們先看今天神機 是不是外資賣 再說 好不好 我認為 一定會買滿 會買9成 好不好 這不用擔心 他有買 只是有人賣 就這麼簡單 所以拉不上去 好不好 我也很聽 哲哲唱歌 先不要 演唱位 神機什麼時候出掉 這一看就知道很多 你們都是新粉絲 都問我一些 都問一些 怎麼樣 會員會不高興的問題 請問你 如果會員你願意我回答這個問題嗎 當然不要 生機建議一周五還下周一出掉嗎 不要來亂 不要來亂 好不好 這跟大 最後 見準 幾秒 幾分了 我們見準 差不多 見準再拉起來很奇怪 見準這張股票真的是 我當初是不是說 他很可憐 被誣陷的 他怎麼樣 我頭腦很痛 他應該 我應該要看好他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下見準的 股票 所以指著盡量不追高 指著追高的是代表什麼 他後面要更高 我們練一下見準 好的這是今天的簡訊 3月27號 恭喜2421見準 股價連四張 今天開高走高 收最高 手上持股 報好報勞 很奇怪 最近散熱主題他不強 他很強 很強 是不是 當然有 我記得沒錯他還是紅家軍 不只是原因他有散熱題材 他有AI題材 所以我跟你講 哲哲就是要選這些股票 頭腥高盛也好 是想要高盛還是誰 看好 那個旗紅 然後酸紅 不看好見準 I don't care 因為到最後他們就吃我豆腐 他們發現嘴嘴有影響力 他還是想要 蹭我 蹭我的熱度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沒關係 所以你要選最好的分析師 不論對我做一切一切 我是預告在前面 化漢 再轉 心盈漲50% 剛才我會員直接講51% 對啊 是不是 還清楚講 差點講到小數字的第一位 中美金有沒有 今天也是 10大怎麼樣 10大成分股 940也是 919 也是919成分股裡面的 標股 有沒有 今天漲了 然後最後他240是漢坦 這些怎麼樣 今天也漲了 剩下來只剩這10天 對不對 剩兩天 這些股票會漲 有機會 明天副食付買也結算 突然副食付買也結算 它是個順勢而行 什麼叫順勢而行 今天拉高 明天就有機會拉高 記得 雖然你覺得你是豆腐 你覺得我是豆腐 這不重要 很多豆腐 堅強起來就像一個筷子 三個筷子 一個筷子折得斷 三個筷子就折不斷 一群豆腐 就算他很好踩 也踩不完 聽懂嗎 而且重點什麼 我講過 5000人 可能就像萬海 像陽明一樣 從200多塊跌到4050塊 可是因為有AI 因為AI可以幫我們創作科學 AI可以美化我們人生 AI有很多玻璃模式 大家願意投資這個AI 你要想將你才知道 台灣股市五眼搏劍 所以你以為亂喊2500 但2500是一個目標 我覺得突破20000 20000 20000 今年可能就見到了 所以今天整個節目看起來很精彩 看起來很豐富 可是你不知道 如果外行看得到 內行看門到 重點是我告訴你 AI股的 展示是五眼佛劍 你要有想像力 而全台灣最有想像力的分析師是我 所以你要看我的節目 因為全台灣最紅的分析師是我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不論對我做 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去想看人家的分析師 最後幾天 這10檔股票 記得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還是有機會吃到豆腐的 不論對我做 一切遇到前面 去想看人家的分析師 去整個節目好精彩 所以哲哲真的很認真在做研究 哲哲講的真的有道理 認同我的邏輯 選股觀念 那歡迎南下群 0080668085 或加偶賴 私訊我 加偶賴私訊我 告訴我你的需求 不論對我做 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AI展示 才剛開始而已 信不信有你 有欲速各位能夠 賺大錢 謝謝各位 投資長真的是來自未來的男人 幫我們抓到未來的獲利模式 如果剩下倒數兩天 投信要進場買00940成分 你還在等什麼 趕快把握這兩天的時間 電話撥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